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30日 星期三 今天就是來到七一 即是 中共建黨百周年 的前夕 從多方面去觀察 去分析中共現在的情況 早前已經跟大家分析過了 大家都知道 現在 雖然就是習近平 習大權於一身 每一件事都要作主 每一件事都要鬥爭到底 強硬到底 實際上 對於 在中共裏面對於習近平不滿的人 其實是相當之多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如果要跟他鬥爭 你扮是 你好像香港的民主派 他就會用國家之名把你打壓 所以在中國大陸裏面的官場 如果要鬥爭對方 就不能夠用這種方法 反而只能夠鬥爭 也要在體制裏面 按照國家機器 裏面的黨團機器 按照裏面的方式來鬥爭 換句話說 只能夠暗鬥 不能夠明鬥 但是近日 到了100周年黨慶 其實鬥爭 開始越來越明顯 事緣 竟然就是中共的解放軍部 發表了文章 署名 叫做解新平 當中竟然就是提起這個文章 叫做軍旗 永遠跟著黨旗走 大家有一個疑問 原來不發表 這個解放軍部 軍旗永遠跟著黨旗走 原來軍旗可以不跟黨旗走 這個就是正常一般人的疑問 所以 就是這個解釋 再三強調 要效忠於你的時候 其實就是發熱 不說效忠你的 即是有問題 同樣道理 在中國大陸 也是在玩這個遊戲 為甚麼我們會認為 有些 小粉紅是故意把他們夾到最高 每一個都變成漢奸 為甚麼連胡錫進 都會被紅衛兵反誓呢 就是這個原因 詳細跟大家講這個文章 跟大家分析一下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請繼續 幫我們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星期二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請大家繼續努力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繼續幫我們用無限loop帶法 在你能夠打開節目的地方 盡量幫我們打開 由早上播到晚 最好在藍絲的地方打開 甚至乎在政府的地方打開 那就最好了 我們應該打劫香港政府回頭 最低限度 打劫WiFi 這個同時也是星期二得道的公佈 星期二得道 打算 因應香港的局勢 要擴大新聞的工作 有意招聘香港的記者 以及有經驗的編輯 有興趣的朋友請跟我們聯絡 考慮到香港近日的局勢 考慮到他們的安全 可能 需要定定一個報導香港新聞的方法 令到員工 和記者保障他們的安全 所以有意見 有提案 請跟我們聯絡 與此同時 繼續歡迎大家報料 尤其是身處香港 用安全的方法 繼續跟我們報料 我們就會 報導出來 今天也有一節就是獨家 稍後會繼續 跟大家說 中共建黨百年了 又來了 所有的 大哥大出來表態 中國解放軍報無緣無故出篇 文章 軍旗 跟著黨旗走 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不跟你的黨旗走呢 又或者 我的軍旗可以跟某些人走 不跟某些人走 就是 穩味深長 裏面充滿著鬥爭的意味 大家也熟悉了 所謂就是 槍桿子出政權 槍桿子永遠都要聽黨的指揮 這件事就是因為 發現如果那些軍頭 獨大 拿著武力 自己失控的時候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 就是難以控制 所以當時就定了這樣的規則 這個文章裏面也說到 這個 軍魂永不變 軍旗永向黨 駐勞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 強軍之魂 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強四個意識 中共的黨百股很喜歡四個什麼 四個現代化 四個自信 四個自信 四個意識 四個自信 再加兩個維護 這些真的是匪語 這些很明顯只是 中共才會用的 兔語 軍隊要貫徹軍委主席的負責制 確保 部隊絕對忠誠 絕對純潔 絕對可靠 確保槍桿子 永遠聽黨指揮 又是針對著軍委主席 軍委主席當然就是 現在的大佬 當然就是習近平 文章裏面又出現這個鬥爭系列 有一個人物 他們經常用死人來說 因為死了的人不懂得出來反駁 死了的人有重大的啟示 這個就叫做張國濤 中共的軍部再次就以這個人物作為一個反面的事例 中央紅軍 和紅四軍 方面 就是要匯師的時候 這個人就是自此 拿著很多槍械 野心膨脹 公然向黨爭拳 企圖另立中央 其實前幾個月已經不斷提起這個人物 因為這個就是 中共其中一個曾經要爭權的人 也是權鬥失敗的人 也是利用這個槍 利用這個軍事 就是威脅黨中央的人 所以 很明顯整篇文章就意有所指 接下來就是二十大 其實黨慶也不是最重要 二十大 也是中共的遊戲規則 裡面權力交接的時候 所以中共一年到晚 一年365天 裡面有300天 也可能是敏感時間 就是因為體制的問題 文章繼續提到 然而紅軍堅定跟黨走 野心家最終身敗名裂 逃跑的時候 連警員護衛也帶不走 到底誰是 向黨爭權 誰要另立中央呢 野心家到底指的是誰呢 中共的黨裏面是不是有陰謀家要造反呢 裏面這個解放軍部 除了 上述的文章 也有其他的文章 說了以下的話 有了這一套 制度 作保證 黨的領導就 如身洗臂 如臂 洗子 很巧合 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軍隊就好像你的手臂一樣 就是任你去指揮 黨和國家就亂不了 部隊就跑不了 陰謀家就反不了 這個其實是甚麼交叉的國家來的 說來講 每天都要說暗語 做他的 做他的領導人是不是相當之痛苦呢 做他的軍隊 所以他的軍隊不是從事 不是從事軍事研究 如何提升戰鬥力 武器研發 不是做這些事情的 日日就在 說黨八股 四個自信 另立中央 陰謀家 所以軍隊有甚麼可能會救人家 正常的專業軍隊 其他 正常的現代世界 軍隊就是專業的人士 專業的戰鬥人員 中共日日就掛著不知道在做甚麼 不是打飛機 唱卡拉OK 就是研究黨八股 有甚麼可能會救人家 很明顯這個解放軍部就是在參與中共 現在的權鬥 有正經事就不做 訓練也不做 就是掛著玩權力鬥爭 這個就是中共解放軍的面目 所以其實解放軍支持哪邊 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呢 解放軍充分體現了我們 所說的那一件事 其實是一個永遠 不能夠 真的動用的一個武力 不能夠動武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愛好和平 而是因為他不能打 跟我們的說法 完全把對方 將軍 武棋 不需要動武 完全不相同 實際上解放軍那麼大的編制 純粹是一個震懾力 實際上是一個不能夠戰鬥的龐大 而又沒有用的部隊 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就是在他推出的節目 叫做 感教日月換新天 裡面有不同的雜數 裡面也有說到關於這個舉旗的定向 所以中共就是這麼空閒的 裡面每天都沒有工作 真的坐在那裏 每天都在想 在那裏 文宣裏面怎樣在那裏鬥爭 怎樣在那裏講暗語 所以其實如果你不懂得看 看來看去都不知道他在那裏寫甚麼 又覺得很悶 實際上裏面就是 暗語 所以就是講了很多 信息 寫了在裏面 所以有時候看中共那些文章 就看得很辛苦 只能夠說 現在未來的二十大就是動作多多 總之就是好戲應該在後頭 也有可能 當然這個分析也要說 有可能你會甚麼都看不到 甚麼都看不到 習近平 繼續連任 這件事的意思就是習近平成功 把反對他的力量鬥倒 但是千萬不要 這麼快就不開心 其實這是一個 好的狀態 如果二十大 順利 過關 沒事 什麼事都似乎 表面上沒有發生 繼續就是習近平說了事 這個 距離中共滅亡就近了 習近平沒有滅亡 就是中共滅亡會近一點 使得其實就是美國背後的力量更加更加著急 未嘗不是一件壞事 所以我們大家就繼續留意下去 到底情況會是怎樣 這節就短一點 跟大家講到這裏了 拜拜